太快容易限制的发展 过分热心 操心操劳 就是属于这一颗 官府心如果入命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缺点 那这里跟刚刚讲的一样 七杀白虎三门钓客 都是不喜欢同会 尤其巨门记 五曲记 太阳记 太阴记 这些星术更不喜欢同度 那同样的跟形方没有关系 天形请阳一样的 都是不利 对官府上面都是 更增加他的那个现象 那同样跟前面一样 遇到荣德或者宙斯可以见 那这里是跟前面在提的 类似的东西 然后我们待会来看看一些格局 再详细来探讨了解 就是说这里 这里稍微提到 我黑色的字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见到僧人的官府心相讲 所以官府不会是只有一颗星 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十二神上的官府心也是 还有流连的官府 一进来也是 所以你这样子 我们在台面上面的 我们又累上去 在我们的盘 我的软体上面 我标注出来的话 至少就会标注了三颗官府心 我就说当这个三 尤其这三颗官府心 互相有去相会 甚至夹的时候 那甚至夹每个公会 我们说夹 夹备夹的那个公会 通常影响更大 比那个来拱的话 甚至更严重 也就是说你有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 比如说不是只有看这个公会 或者像三方市政 你要把它左右两边 有没有夹 有没有被什么东西夹 也是很重要 要留意一下 尤其像这种官府的时候 被那个煞机夹的话 通常都还蛮严重的 好 那这下面这里 这一段话的意思代表什么 他说 假设说你走了走了 走到流月流日 好月定刚好走到 走到这一个官府被夹的这一个公位好了 那如果这个公位是刚好这个月 比如我们拿流月来讲 这个月的签一公 那这个月可能你就会被逼 因为蛮严重的 你会被逼 会离乡被诊之类的 或者因为官非要逃亡 那如果你被假的 被官非假的 这个公位 他是属于流月的命工 是属于他的命的话 那么就是自己当事人 就会有口舌 是非官非方面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看看你是属于 不要月 也是你就可以知道 就说比如说我们看流月好了 就不是说 我走到这个月令 走到入这个命工的时候 有事情 通常在对工的时候 很严重 对工就在签一工 通常都会 都需要去 去留意跟 去观察 也就是说你看 12个公问 那你如果某一个公问 特别差 不会12分之1 而是6分之1 因为在对工的时候 同样也是很严重的 好 再来我们看 这里提到就说 官府心本来就会跟 请阳或者 陀螺同度 这什么意思呢 待会我们看 这官府心他怎么排的 我们看下一张 这里提到 我们看一下 这个官府心怎么排的 这个博士的时候 科兴 这12颗神 煞星 是依陆存的位置 博士永远跟陆存在同工 然后博士 力士 清隆 小号 将军 咒书 飞脸 洗神 并服 大号 胡兵 官府 他是这样子的 那到底是顺行还是逆行 这里有提到 就是 阳男阴女是顺行 那阴男阳女的话是逆行 也就是说不管 你的露存 露存 请阳 陀螺怎么样 也就是说你露存的旁边 要不是请 就是一边是请阳 那一边是陀螺 所以看他是顺行还是逆行 那么他这个官府就是不是跟他的请阳在一起 不然就是会跟陀螺在一起 所以你看 这个官府心就变成会很有杀伤力 因为他永远都会跟陀螺或者请阳 他的宫位里面一定会有煞星的存在 跟前面什奥神煞不一样 什奥神煞是按照你的连之 你出生连的地之 然后去放位置的 然后这个是永远跟陀螺在一起 所以这个官府心永远会跟请阳或者陀螺在一起 跟他的牌法有关系 好 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基本的一些解释 就是说我们谈到官妃 宿送 那有些人一辈子终极一辈子 其实很少去惹上官非是非的问题 那有些人的话 动不动 没几年 就又扯上个麻烦 那当然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这一定是跟他的命盘格局有关系 跟他的命格格局有关系 那这边有做了一些统计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以命格来看 联征跟天府做命的人 惹上官司的机率 要比其他星宿做命者高 好 看到这一句话 我们说联征做命 这惹上官司 这个可想而知 这个可以想象得出来 天府做命 居然也是比较容易惹上官司 好 为什么 我们继续往下面来看 那每逢秉人 或行应公刚为秉的时候 联征就化纪 因为我们知道 秉同姬昌人 秉人的话是联征化纪 所以你只要 假设你是出生是秉人 哇 那先天就已经联征化纪 那这时候你联征在哪一个 宫位里面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的格局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联征这一颗星 那就看看他联征 坐落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那如果他又跟一些杀纪在一起 那只要走到秉人 或者是他公干走到 秉的大线的公干 或小线的公干的时候 这个联征剂就都会被触动 所以这几率其实都还蛮高的 都会很有机会 所以也就是说 先天的格局很重要 因为你联征星 到底跟什么星数在一起 这就很重要了 那这里提到就说 比如说像小线 太孙我们知道代表榴脸 你的榴脸走到了 那在榴脸或者榴脸走到 或者榴脸的三合位置 都有可能会换上 就是在三合位置 有看到这个联征化纪 然后引动到官司的话 这机会都相当的高 那当然不是他本命 有联征剂在那边的话 单纪这里提到就说 偶尔就是一个联征化纪进来 然后看到官府的话 都不用太紧张 因为他尚无大碍 就好像 就我们说官妃的话 每一个人都很有可能发生 就有时候比如说 拿个罚单也是官妃 或者跟人家吵架也是官妃 就是这种示威 所以这种单纪的话 都没有什么大碍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 要特别 后面要看的就是 他引动到的是 比较严重的一些剂 或者一些杀星 在怎么样一种状况 什么样的格局 比较容易引动到 比较会有机会碰到那种状况 然后引起来的示威 那个就可能是真的是 可能得要有什么 苦咬可蹲 就是可能要 得要进到那个 那个什么监狱里面去 如果说那个格局太差的话 就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若非年真或天虎做命的话 比如说呢 大圣走年真 逢发季 或小圣太岁走道 然后且逢杀季 才会引动到官司 否则大圣如果不具备的话 还不自己构成太大的威胁 所以说表面没有 大圣或者是大圣 我们就说 我们常常一直在强队说 大圣 大圣最重要 大圣的话 在定你的吉凶 大圣如果急的话 那偶尔小圣 流连走道 引动看到有这个年真剂 都不会太严重的事件 那如果你的大圣 真的非常的不急 那这时候去走道 引动道的时候 通常就 那个威胁 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那我们待会 如果有一些命盘 可以来做参考就知道了 不然纯粹文字 可能比较不容易了解 好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看 这几种格局 刚刚也提到的 年真 因为它是球星 一旦化剂再走到后 会以三合地的话 就容易引发官司 那第二个就刚刚讲的 就是天府星 天府星其实也是容易 因为 不过大圣 你就说 这颗星 这颗星是有加煞星 天府星如果加煞的话 是代表了 也是代表了 主观送方面的事情 虽然天府星 它不会化剂 那但是你 你可能有其他的星会剂 或者是你的天府星 三方四症 也可能会会到 比如说对公或哪里的话 也可能会会到 季星 那你又有一些煞星 又进来的时候 通常也是会有引动到 天府星的观送 所以不是说天府星都不会 是即星就不会 事实上因为 也是代表这颗星术的 一个特点 这种比较老板格局的 那个格局 然后它的官路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天府做命的话 它的官路宫一定是天向星 那在我们后面重点 针对天向这一颗星 有很深的另外的一个解读 那就跟那个天向星有关系 因为它官路宫一定是属于天向星的关系 所以它为什么会特别这样提到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好 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种格局 也是比较不急的格局 叫做双岸 那何卫双岸呢 何卫双岸就是双岸固定的格局 简单来讲就是说 四宫 我们的四宫有巨门星 好 然后你的亥宫是太阳星 那我们知道巨门一定 不管是在对宫 不然就一定是三合位 一定会碰得到太阳 也就是说我们巨门 不管怎么讲 不管是对宫 要么就对宫 要么就是它三合位 一定找得到太阳星 那巨门最好就是 这个太阳遇到了这颗太阳 它是可以趋岸 也就是说 这颗太阳星它是妙望 它才可以趋巨门的岸 那以最严重的状况下 就是对宫 当巨门在四宫的时候 它的太阳会是在害宫 这时候肉线的太阳星 是完全没有不好趋 这个没有 这个肉线的太阳星 完全没有不好趋 这个巨门的岸 那这时候 如果说只是这样 格局存在着也还好 通常不会严重 是因为又有煞星 或寄星进来 去引动它的时候 这时候就很容易 会因为不能见光的事 而惹上官司了 这待会也有案例 可以参考看看 好 那再来还有一种 还有介绍的一个地方 就是讲到腹肌线 那最近这几堂课 大家会特别注意到说 我们动不动 就会提到父母宫这个宫位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在古代 古时候 通常都会把 那个为民生淹的 这个现态也称为父母官 那一旦这个父母宫 那个就是你的父母宫 一旦差的话 那么代表是说 父母得罪了父母 得罪了父母宫 你可能就开罪了他们 亲者的挨板子 然后种者压入大牢 所以也就是说 那如果说你的父极限 是逢到双季的话 那么可能你这个官府 就很速得要走个几趟 那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说像 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父母宫 我们会把 把那个法院 把法官 用父母宫来看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已经确定 你有官非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评估说 那我这个官司打起来的话 法官站在我这一方 还是站在对方 你就可以看看你的父母宫 如果你的父母宫 还不错的话 那他 因为父母宫是你自己的 那代表法官 会比较站在你这边 那如果你的父母宫 并不是很OK的话 那么就可能不见得 就 如果你的父母宫 是非常的差 双季 怎么样怎么样 那代表说 这个法官 可能就不是站在你这边的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来当一个 就是如果万一官非 真的有确立的时候 从命盘上面 可以去 可以再去进一步的 再去分析 透过父母宫来看 法官的态度 OK 好 那再来一些 简单的一些介绍 就是 也是 这些也是一些 命理老师 整理出来的一些经验 就是说 通常最重要的 都是那个小线 小线有走到 那 如果是巨门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巨门代表嘴巴 所以这个巨门的话记 就同样的一定都 强到会引到官非的话 都一定有煞冲 煞 煞 气星来冲 然后三合又会到枯析的话 那这个状况就很容易 就换上官送 那因为巨门跟嘴巴有关系 所以就会 就会提到说 诈欺 有可能跟诈欺有关系的 那如果天宅宫呢 天宅宫遇到文昌文曲的话 那么这个官司呢 可能就跟不动产有关系了 就跟不动产关系 那人真贪囊呢 人真贪囊的话 它是桃花方面的星术 那么你引动到的话 是这个属星的引动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换的是桃色官司 所以大家就是说 会引动到官府的话 官非的话 官府星是一个判断点 再的话 你透过你的祖星 是哪个祖星去化际 引动到再加萨星引动的 透过那个祖星 他落入什么宫位 来判断是跟哪方面的事件有关系 就刚刚这边几个讲下来 就是这样子 那田宅宫跟田宅有关系 那田宅宫又预报文昌跟文曲 因为文昌文曲是属于文书方面的 那就比较很明显 比较看到是跟不动产 打不动产的官司 那林真贪婪 因为是赤桃花 那可能走到的话 很小 现在刚好就走到林真贪婪 走到这种化际 通常就跟桃花比较有关系 那可能这个就属于跟桃色官司有关系的 那要看看 我们要引动到夫妻宫 那如果又引动到夫妻宫 夫妻宫又缝破的话 那通常这个就有离婚的官司了 就离婚的官司 那另外还有就是 另外一种组合 一些经验的组合 就是说巨门 我们知道嘴巴 然后统计或积聚 都是不是很好的组合 统计积聚都是属于比较弱线的组合 这时候再加上陀螺进来的话 进来命宫 或官路宫 或者甚至大圣去入到命迁宫 大圣入到大圣的命迁宫 或者户籍线 所有这些宫位都有可能 通常这些的话 按照经验来看的话 通常都跟毒品有一些关系 好 那双关谷会合 然后想先逢上 三万四真照会 就会有官司 这前面讲过的 那怎么样的 这个官司容不容易胆 那容不容易结束 化解 如果说你又遇到陀螺 或者灌手的话 尤其我们不用讲 就看到陀螺就知道 纠结 纠结在一起 这个官司就比较残眉难了 那如果说有遇到 这个官司已经确立了 然后你小线有去逢陀 陀螺 陀螺 那个天螺 天螺 又有看到陀的话 不管是小陀 大陀 或什么陀都一样 就陀螺 或者有谢神 在那个宫位 甚至流魁流月 都有进来的话 那么就都 就很容易就能够化解 这就属于比较能够去化解 这个官司诉讼的问题 这里 我也是加了黑色 大家参考看看 就说 用这样的一个 小线跟太岁 我们知道都可以拿来看流人 那小线代表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知道太岁 就通常是代表外在的 所以拿这两个 工位 小线所落的工位 跟太岁所落的工位 可以来看 如果小线的工位比较强 里面的薪数比较强 然后太岁里面的工位 比较弱势的话 那么这个官非的启动 引动 通常就是 我去告别人 那如果我太岁里面的薪数 比较强势 小线里面的工位 比较温和 比较弱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引动的官非 就是别人来告你的 这个可以当做一个 一个参考的 一个参考的依据 好 那这里再看 第九点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仓取化祭 在大圣的千衣宫 有财博 官禄 符役等宫 这是仓取化祭 在大小圣的千衣宫 大小圣的千衣宫 或者是财博公 官禄 符役等宫 然后流连神赛 又换了官府 大小圣在若公 该连必定见官府 那天相又化祭者 定是官司缠身 好 这段话 待会我们一样 是拿命盘来看 否则的话 这样子 我带过来去想一想 文昌文曲 有化祭在 我大县或小县的千衣宫 代表在外面 有文书方面的四杯 因为在千衣宫 代表在外面 容易会遇到文书四杯 然后这时候呢 或者是财博公 官禄公 符役公 就是说不是在千衣宫 不然就在财博公 官禄公 符役公 都有可能 我们知道财博公 可能跟财有关系 官禄公 可能工作上面关系 那符役公也是一样 就代表别人来陷害你 跟朋友关系的 就是这个符役 不是只有代表朋友 是同辈的 或者甚至你的社交 你外面所碰到的人 人们等 所以一旦有这方面的东西 在那边都有可能 然后留脸神赛 又换到官府 然后最重要是 你的小线所走到的公位 这个公位 如果是抢的话 还没有关系 如果是肉的话 本身就有煞机 比较差的一些 新宿组合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 该脸必定会见到官 就很容易碰到官府的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后面这一句 偏向又化剂 偏向是一个 在看这个硬 这个硬的问题 我们后面会再做详细介绍 这天相会 在谈到官司的时候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参考的一个论点 待会我们往后面看 然后文昌文曲 天相化剂 也可以断他人的官非 然后断大小线好 如果化解跟和解 太岁比太岁 太岁比小线强的话 代表对方就比较能够胜 这个刚刚也前面讲 就是说是小线 大线小线好的话 通常我当然是站在我的角度 我比较能够去化解 能够和解 那如果是太岁比我们的小线还强 都代表对方 通常对方是stum 所以我们自己可能就会挨打的状况 那这里提到这三颗星 因为我们知道这三颗都代表文书方面 但这三颗星有一些化剂进来的话 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官非的问题 文书是非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官非一定是跟文书上没有关系 因为你会收到那个单子 好 那再来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探讨第一个案例 我们先的官非引动道的官非 是非的东西 很多方面的东西 那当然比较严重的 我们刚好这边有收集到一个跟打离婚